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石家。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房前屋后的电磁膜辐射, 包括电场辐射,磁场辐射,以及微波辐射,简称为三场辐射。 前面两期视频分别测试了室外的高压电塔, 以及室内的主要加工电器的三场测试数据。 现在大家看见比较近的电塔,就是我在前期视频当中测的电塔。 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视频, 我建议你先看看前面两期视频。 我在YouTube的说明区贴上前面两期视频的说明,方便你观看。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和讨论这些数据, 同时提供了我新测试的数据。 主要目的是使我们怎么样合理有效地适用这些数据。 现在我就以图表的形式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看看国际上国家的标准值。 这里有两个表,我们首先看公共场所电磁辐射的最大值。 上面这个表,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英国的数值最大。 像磁场是1600,电场是12000,这样显得最大。 其他国家的磁场一般是1000左右,电场是5000左右。 美国的磁场是904,稍微低一点。 我们记住,磁场一般是1000,电场是5000,这样一个值。 对于微波辐射的最大值。 美国和德国采用了国际非电力辐射组织推荐的0.2到1.0毫瓦每平方厘米。 意大利、俄罗斯和中国第一个数量级, 才能指的是0.01。 瑞斯和乌克兰再第一个数量级。 很多人认为,瑞斯和乌克兰认的值过低,好像很不科学,也没有技术性,好像是一种宗教的值。 下面这张表显示的是高压线的安全近空距离。 所谓近空距离就是说,这个距离之间不能有任何固体的作为物,必须只是空气。 城市,书店高压线一般是110千伏或者220千伏。 110千伏对应的最小安全距离是4米,220千伏对应的是5米。 所以一般是4到5米之间,看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社区。 对于市区,书店的电压低于110千伏以内,我们就见到更多。 比如说这个编电锁,路边的编压器,以及室内的高压的用电设备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再高压的输电压,就低于220千伏以上,我们一般在郊区能够碰见。 比如说这个图上显示的550千伏对应的安全距离是8.5米。 下面这个表显示是对于高压的电塔、电纳的电子波辐射的测试结果。 这是我自己测的结果。 一共测了三个电塔或两个驻载区的电纳值。 我们首先可以看得出来,所有测的过程中,微波都显得非常小。 都是低于0.05,这可以理解。 那么对于三个电塔来讲,磁场介于2到5之间这样一个范围。 电场是低于25或者20这样一个范围,电场非常小。 那么磁场当然比标准值规定的1000毫高丝小得多。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住宅区。 两个住宅区的磁场是介于7、8、9这样一个范围以内。 那么电场是48、50到73这样一个范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磁场或者电场, 这个住宅区的电纳,它的磁场辐射或电场辐射都大于三个电塔。 这个有点出乎我们的这个预料。 因为两个电纳都是介于电塔A和电塔B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 它实际上也比它大。 下面这个图显示的是磁场随着距离的变化的关系。 从物理学上讲,它的强度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 那么这开始是国家标软1000毫高丝, 安全距离分别是4米或5米对应的110千伏或210千伏的数电压。 那么这个图上有两个横线。 第一个横线就是对应的是三毫高丝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来源是很多人认为, 你这个1000对建筑物来讲要求太低, 我们应该要求高细。 所以很多人认为三毫高丝对一般的建筑更加安全。 那在这里我们就把它对应的距离显示出来, 或者计算出来。 它对应的这个安全的最小的距离, 一个是73米对于110千伏, 那么90米对于220千伏。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距离大于90米, 它或者说大于100米呢, 就使得这个磁场腐蚀小于3毫高丝。 那么这个表上呢, 还有一个水平线是对应多少呢? 0.5毫高丝。 0.5毫高丝这样一个安全值呢, 实际上是对于室内的电器磁场腐蚀的安全值。 假如我们把它用在室外, 看看它距离是多少呢? 这个图上显示, 110千伏对应是180米, 220千伏对应是223米。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硬要使得磁场腐蚀地域0.5米和高丝的话, 我们就可以离开电线是180米或者223米。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放在这呢, 是给大家做参考的。 我们没有必要把室内的标准拿到室外去用,对吧? 现在呢,我们来看室内家电的电磁波腐蚀。 对于室内家电呢, 我们大家得到的这个信息呢, 就是说一般就告诉我们, 比如说微波炉, 我们不要离微波炉太近, 必须3米以上, 传统的灯泡也说, 最好远一些, 包括计算机显示器也一样。 那么这个技术的基础就是, 磁场的腐蚀必须小于0.5毫高丝, 这样来的。 那么对于灯泡呢, 现在我们很多就用这个LED的灯泡来,对吧? 它对磁场腐蚀是有好处的, 那么离开的距离, 我们可以稍微近差不多一半的距离。 还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计算机和显示器。 计算机呢, 最好离开是12米, 显示器呢是0.6米。 可能有的这个, 嗯, 小孩子喜欢玩游戏的, 不要离这个计算机太近。 还有孕妇, 也不希望离这个计算机和显示器太近。 这呢就是, 给出了它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这个表显示的是室内电器的电磁波腐蚀的测试结果。 这呢是我测的。 首先呢是微波炉, 它的磁场和微波都非常高, 超过了这个, 我的这个液气的这个量成。 电场呢, 显得是比较小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刚刚头发的这个吹风机, 它的磁场和电场都非常高。 就基本上满颗度。 这呢有点, 出负我的这个预料。 还好我们每天用吹风机的时间, 非常有限。 下面一个是, 我们经常都卧室里面用的传统的这个烙钟。 它的磁场辐射和电场辐射相对也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磁场辐射达到100。 这呢, 远远出负我的这个预念。 最后一个呢是, 我们大多家都熟悉的手机电脑。 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 一天八小时用手机电脑。 晚上有时候在家里面, 结果还要用。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 磁场辐射15, 也不算非常低。 电场250, 也是偏高的。 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微波辐射, 也是0.5。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屏幕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电脑, 哪怕手机电脑也不能理它的距离太近。 好, 我们现在来测冰箱的电磁波辐射。 首先呢, 我们测这个磁场。 先看来这个磁场, 这个毒素呢, 好像是非常低。 达到0到3的这个档位呢, 它的毒素是0.6以下, 非常低的一个数。 看看电场, 电场也是不很低。 那么这个微波辐射。 微波辐射大概在0.05左右。 先测这个磁场比较低。 那么电场也比较低。 微波辐射也比较低。 0.01, 0.02, 对, 0.02左右。 先把冰箱打开。 打开又是, 特点是接近风扇。 好, 接近风扇。 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去。 接近风扇的地方呢, 它的磁场增加了。 磁场是1.7、1.8左右。 这是磁场。 那么电场呢, 最高的时候电场的毒素是6, 那么也就是60伏每米。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微波辐射。 微波辐射呢。 0.02, 0.03左右。 现在来测这个600伸的冷冻冷藏箱。 我们先把这个冷藏室的门打开进行测试。 从测的结果来看呢, 磁场是0.5毫高丝。 那么电场呢, 是75伏每米。 微波辐射呢, 是小于0.01毫瓦每平方厘米。 那么我们把门关起来测呢, 磁场是0.2毫高丝。 电场呢, 是30伏每米。 当然, 微波辐射呢, 也很小, 小于0.01。 这种图显示呢, 是用来测微波炉的磁场与微波辐射和距离的关系。 本来呢, 这个图显示的木条是安排来测冰箱的电场和磁场的辐射和距离的关系。 由于这个冰箱的测试值非常小, 最后就放弃了, 我就拿来测旁边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和我上次视频里面的微波炉是两个。 这个微波炉呢, 非常小, 可能只有这个25伏左右。 所以, 不管是输入的功率, 还是它容积来讲, 都小得多得多。 那我们看看它的测试结果。 那么第一点, 我的预料就是说, 不能是磁场辐射还是微波辐射呢, 尽管它很小, 它也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离开2米元以后呢, 它的磁场辐射还有2.5, 远远大于这个0.5的安全值。 微波辐射2米元是0.06, 比中国、 俄罗斯和意大利要求的0.01还要高。 当然, 美国的标准0.2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朋友们,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看法或建议, 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好,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